12月8號 普天同開 當你有個人感情缺失 請你不要怕 不要亂 因為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就算真的錯了 都可以玩下憤怒了 你不用明白我說什麼 我只想你講一聲好東西 因為12月5號起 我們重拾舊歡 星期一至四晚十點 五個一夜情 早就敢愛 神州大地無奇不有 大中華講到舊 欣申講歷蘇 雪三道四 每個星期二晚維穩八點 和你深入淺出 多角度干涉國家大事 一個符合中國網民利益的節目 國情新資 和你顛覆思潮 煽動智慧 萬物雙生雙黑 金 木 水 火 土 五藝魔法 哪種才阻止時間之門打開的開心魔法呢 葉偉信導演 2011 年點石成金押續獻影 把五行元素融入魔法之中 黃百明 吳尊 吾驚 從明 古滇樂 魔鬼教練彥尼 魔法身星吳千禹 跟你 一齊勇闖魔法世界 開心魔法 12月1 魔幻成真 香港人網敢說最好聽 星期一 三 五 蕭先生坐鎮 陪你遊走古今時事 到盡民事哲理 風也笑笑 現在開始 好 星期一晚的風也笑笑 馬仔在這裡 主要是因為萬必 早上早起床 還有我騷債騷償 他幫我頂了很多個騷 所以我要在這裡 飄債飄上 明早就是萬必 做晨早節目 這段時間有點不舒服 我們說一下今早的節目 Mark 你說一下 早朝天下 今早應該是羽羊的 有沒有記錯 羽羊的 你有沒有聽 其實我還沒聽 你還沒聽 當然我們還有很多地方 需要進步 但今早已經有二千多人 當然我是回來了 明早我們又會再回來 連蕭先生都很辛苦 都一做一晚的節目 希望推出一些特色 就是Andro的application 放了上去 還有一些Bug要收拾 其實是 一兩天內 現在看到畫面 聲音不知為何出現了Bug 會盡快 就是iPhone 等待他的批准 但既然有一個舊的app 聽聲音就有了 但我希望去買 即是平時我們用開聽日網的節目 就可以再聽 對啦 對啦 就是這樣 特色很明顯是粗口 我希望不要只是粗口 晨早起床大家就醒一醒 上班也會醒神一點 哈哈哈哈 那你想先說哪一件事呢 首先就是這個 是不是說告中票 先說台灣 你講台灣的總統大選第一次辯論的形勢是怎樣 前日12月3日星期六 進行了第一次的台灣總統大選辯論 今次最特色的地方 當然就是由兩位候選人變成三位候選人 除了傳統的藍綠之爭 藍營有現任總統馬英九之外 蔡英文主席 再加上親民黨的宋楚瑜 就參與了這一次的競爭 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宋楚瑜的口才真是很了得 他這次表現和各方面的發揮 我覺得都一如他慣常的水平 反而令我覺得有些少失色 或者強差人意的就是蔡英文 我覺得如果以一個民進黨的主席來講 真的不合格 對於一眾民進黨黨員 他們很著重那種 除了你國民黨為止 或者真的要靠這樣撈選票的那種形式和手段 蔡英文就絕對做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他刻意淡化過去 陸營那種戰鬥格 希望可以撈回中間選民票 不過如果他真的要刻意這樣做 中間選民票會問 究竟你現在各方面的政制立場 包括經濟方面 包括統獨方面 又是不是真的能夠給大家一個很滿意的答案呢 我又在這次的選舉辯論 我又看不出蔡英文給了多少出來 所以整體上我覺得 馬英九是不過不失 宋楚瑜就是一如貫之的辯論水平 很有說話技巧 很有親和力 周星馳說的 但是蔡英文 我就覺得 看完選舉辯論 我覺得我扣了他分 嗯 我倒轉了 那些街道的意見 我先說我自己 我反而覺得馬英九是失分的 是嗎 我想跟我第一次回來 就是98年第一次 在香港有份選舉 我看選舉論壇 看到民主黨的表現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哈哈 當時民主黨還是扯著六四的立場 不斷質問民建聯的候選人 我看到已經零了頭了 那馬英九這次一模一樣 他真的還在當自己的選人 08年中心選舉一樣 我反而覺得馬英九的問題是 他很生吞活膜 很生硬 他硬要將很多 譬如過去這四年 他所謂的政績和數據 要在這次的言論 說說說說說說說出來 其實去年我們看五刀選舉 也有這種味道 嗯 其實他講得難聽 就像執行權一樣 他講了一大堆經濟的 宏觀經濟數據 說我們現在台灣的經濟應該改善了 反而宋楚怡是 合得好處 疾得他好認 數字不代表什麼的 我們所有東西都是要歸於民意 以及要體恤民情 所以為什麼說宋楚怡真的很厲害 他的辯論技巧和他的說話技巧真的很高 其實在一條中天的新聞片 他都剪過精華 他剪得多 剪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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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這段片 在這場辯論會裡面呢 馬總統主打改革已經開始 必須要延續台灣夢 而蔡英文則是訴求換人做做看 那麼宋楚怡則希望能夠照顧中產階級 中下階層還有中間選民 兩個半小時三方都暢所欲言 我們來看這場辯論會的精彩內容 關話手就有戲 馬總統急著跟宋楚怡打招呼 讓蔡英文手懸在空中幾秒鐘 那選辯論雙英宋先禮後兵 正確的選擇會帶來黃金十年 錯誤的選擇會帶來十年的倒退 台灣未來還要面對更嚴酷的挑戰 我們能夠冒險把國家交給一個身手嗎 我們願意退到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貪污腐敗鎖國退步的情況嗎 站在你面前的是蔡英文不是陳水扁 我要再告訴我們的馬總統說 你提了很多的數字 但是這跟人民的感受真的很不一樣 四年做不好 承諾都跳票 那就應該換人來做 我今天這樣說 四年以後 我也歡迎大家以同樣的標準來檢視我 我們有個失落的世代 失落的政府而變成失望的人民 所以我們看了國民兩黨 他們都把把所有的問題推給前朝 那我們要政黨輪替幹什麼 攻擊對手馬蔡宋各有所長 總統擅長以執政優勢搭配數據 蔡英文善用女性特質 而宋楚瑜要跳脫藍綠 有攻有守三方都有感性訴求 我競選連任是希望能夠把我的台灣夢 跟各位的台灣夢都能夠實踐 改變已經發生了 改革不能停頓 我們希望我們共同的台灣夢 都能夠在我的第二任全部完成 讓我蓄積更大的勇氣跟能量 帶領台灣人民 逆風高輝 能夠邁向黃金十年 總統執選以來 這是第一次有女性的總統參選人 這代表了台灣的社會的進步 多元跟包容 不同的政黨族群跟性別 在台灣的民主機制之下 都有公平競爭的機會 沒有一個人有原罪的問題 海角七號的故事 所以動人 是因為他講的是茂伯 阿嘎 馬拉桑 這些平凡的人物 歷經挫白之後 勇敢重新站起來的故事 重建人民對政府和民主的信心 這不是只重視財團的意見 而是要重視深斗小民 三中最重要 那就是中產階級 中下階層 和我們中間選民 幫他們解決問題吧 大選辯論第一站 馬太宋各顯神通 展現執政的信心 好 那就其實呢 就是你 很中立地講 講完之後的民調 就是馬英九和蔡英文都下跌的 即是他們的確沒有宋楚瑜表現這麼好 跌下去39比32 馬英九還是領前7個百分點 一般覺得 宋楚瑜是表達得比較好的 尤其是表達得比較感性的 那這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關於民生問題 其實真的做蔡英文都很難說的 就是你憑什麼認為民進黨執政好過國民黨呢 事實上陳水扁執政了八年是非常嚴重的 而就是馬英九執政這四年 雖然是金融海嘯 但是結果經濟也有生長 沒錯 台灣的事實上是繁榮的 這個事實上是繁榮的 這個是我想全國上下都感覺到的 也不只是片面之詞 也不只是藍營在不斷吹碰的 例如去台灣出差就知道 四年前是蕭條得很厲害的 那些人的仇眉苦念 是每個人都寫出來的 那時晚上在台灣的街上走 是百步之內的鳥無人煙的 是啊 還有那些的士司機 你知道的士是寒暑表來的 那時候你真的隨手 你一遞起的列車 三部的士都搶過來載你 現在都已經沒有這支歌仔唱了 所以其實在市面上的氣氛已經改善了很多 這是有目共睹的 是啊 所以這一點 你說你將來給官員做而已 你說你四年會改正 但是現實來講 上一次你們執政的經驗就是 事實上 在兩方面是絕對落後於馬英九的 第一就是這個 因為跟大陸改善了關係的 其實這個就是 所以令到台灣的經濟活潑了 大陸又會搶那些水果 就是要光顧那些水果 還有馬英九舉出一個挺好的例子 就是他簽了ACFA之後 其實不單止益了一些本土的公司 還是譬如有些日商 會走來台灣設廠 或者走來台灣做分公司 然後再出口大陸 來拿一些優惠 其實是帶動了整個 他在亞太區的經濟整合 用台灣做一個踏足點的 一個很好的機遇 所以這件事我想也是不爭的事實 陸營 尤其是過去這四年 我也不覺得他在野的時候 發揮了什麼作用而已 你有什麼新的真知卓見提出過 而是藍營沒有做到 也是影響到民生的 我又不覺得 變成蔡英文說的時候 甚至乎宋彩宇也是 宋彩宇更加難談得上 有什麼實質的措施可以拿出來 例如說是由親民黨提出的 因為其實過去這幾年 他們連參選總統 或者執政的想法都沒有 只不過你突然間 到最後階段 突然間又想斥起這條筋 又想出來選一下 或者想帶起立委選舉的選情 宋彩宇才出來做第三人 跨越南陸 但是真真正正有沒有一個具體的措施 提出過是沒有的 那第二點 絕對 這個是我想台灣人絕對不會懷疑的 就是馬英九的廉潔 比起碼有這一點 浪漫 這一點 國民黨這陣子是比較乾淨的 相對於你以前 因為就是馬英九的作風 你換上另一個頭頭的 例如換黃金平 那已經可能是兩回事 所以其實這一點 都是給了很多台灣人的信心 而且這四年的政績有沒有蒙到 他說 他說 他們兩個 我的網友說得對 梁振英和唐英年 為了表示自己的赤膽忠心 是應該改名的 變成 你振英不好 他叫梁振忠 唐忠年 哈哈哈哈哈哈 唐忠年更糟糕 哈哈哈哈 好像是一個花名來的 哈哈 這個是 這個 這個 他叫梁振英幹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信報醉酒編》 好像是這樣改 這個花名來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唐忠年 哈哈哈哈 即是不好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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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漢奸的感覺 哈哈哈哈 哎呀 那沒辦法 阿爺真的 手背也是用 手掌也是用 真的很難選 哈哈 我反而是期待 看完台灣這次 什麼 三黨鼎立的台灣大選 即是說 其實呢 現在統獨問題 就已經不適合 我給蔡英文做答 都不敢推翻這個Sika 就是這樣 還有 馬英九一提出 九二共識的議題 蔡英文都收了聲 即是 他都左右做人難 其實真正 是真的有個台灣共識 那個叫做維持軟狀 沒錯 就是馬英九一提出 九二共識 一提出不痛不毒不武 蔡英文就收了爹了 已經沒有東西搏他了 沒有東西夠膽搏 就是個人都想 其實你說九二共識 他就高舉台灣共識 就是舉個程序 同一樣 結果呢 是一樣的 其實國民黨和民進黨都一樣 民進黨不敢台獨 因為台獨就是要跟大陸馬上抹臉 開戰 不是這樣的問題 首先生意又掛了 而國民黨也絕對不敢統 其實就是簡直來說 就是大家 無論口頭說什麼都好 就是不統不讀不武 你知不知道 保持現狀 這些就叫做獨台路線 其實是非台獨 只不過是獨台 你知道嗎 根本兩個黨的自己的綱領 其實是名存實王 沒錯 大家都一樣 那晚馬英九 反問蔡英文 其實可以問得好些 你可以問蔡英文 這樣 不統不讀不武 和四不一門 有什麼大分別 是啊 但是馬英九 就是他的智慧 以及他在任內 就是提出這個不統不讀不武 就是令到張理君 那你現在民進黨可以怎樣呢 你全台灣八成人支持 這個獨台路線是台灣的共識 其實是台灣共識 你做民調和投票 結果都是一樣的 我不相信會有分別 大家講了很多年 結果大家當然支持這樣 沒有人會贊成打仗 又沒有贊成跟大陸 立即統一 或者立即獨立 搞到打仗 這個大家都不會贊成 對嗎 台灣人是不會贊成的 其實香港都有相類似的現狀 其實香港很多選民 普遍就是支持這件事 可能 我就是不想改變現狀 我又搞不到港獨 我又怕大陸走來 開拖開我們 我唯有選擇一個 維持不變 盡量希望所有東西不變 但是最糟糕就是這樣 台灣真的有自己的主權 你香港就沒有的 而且你說不變就不變嗎 現在阿爺就是要你變 就是阿爺在那裡溝探你 就是阿爺做所有的事情 無所不用其極 要搞到你香港已經不能夠五十年不變 所以現在不是你說不變就不變 不過當然香港人有這種主觀的願望和心態 問題就是現實 就給了一個限制 根本就做不到這件事 其實其實幾個選舉可以說 首先今天同時講幾個選舉 首先第一 如果以合理的情況來講 現在的狀況 馬英九是應該贏的 我也覺得贏的 其實馬英九不贏是不公道的 起碼做多四年才換民進黨 但是換民進黨也沒什麼所謂 新上任的民主黨 又是跟國民黨差不多 到最後就是民建聯和民主黨 大家的立場已經差不多了 差不多 轉來轉去就是民建聯和民主黨 民建聯和民主黨 第二就是俄羅斯 你所說的俄羅斯最新的選舉是怎樣 俄羅斯就是 杜馬的選舉出了沒有 不知道結果出了沒有 大約結果出了 不過大約結果出了 應該都是普京領導的 政黨就贏的 但是就少過百分之五十 對 跌了得票率 那就少過百分之五十 但是最後的 不過他已經整理了 因為他的反對黨其實是散修修 就是沒有什麼統一的 他的情況是這樣的 統一俄羅斯黨是49點多 第二大就是共產黨 很害怕 最嚴重的就是 共產黨還是狗家樂夫做葡萄夫 對 還是他做領袖 然後就是Just Russia 這個是其實走社會民主主義路線 看起來比較順眼 因為第四的政黨也是很嚴重 他叫做自由民主黨 但其實跟自由民主黨是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那個是法西斯大 那個是日利諾富士忌 又說這個種族主義 真的很嚴重 他說的東西很嚴重 但是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有幾個反對黨的人去畫花張票 去投 抗議 這個是一個不公平不公義的選舉 甚至不是一個選舉 那你每天就放在網上 即是俄國人就發明了一件事 大家先看一下 看片 嘩 很多東西上去 不是 不是 他那裏提供選舉的雙頭筆 是可以拆掉的 這些大陸應該馬上學 你知道嗎 他是偷了鏡頭去示範給你看 用他們的筆畫 然後選票 可以拆掉再畫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他們居然可以把鏡頭放進去 這個又是另一種破壞選舉規則 很難以示範 雖然他是想監察 哈哈哈哈 就是說 首先 俄國人發明這些筆 就是用這些筆去投票 我們強國山寨出當然便宜很多 哈哈 哈哈哈哈 即是可以大量攻擊全世界的選舉作弊 哈哈哈哈 這個是不是叫做 即是由六大產業之人 選舉作弊產業 選舉作弊產業 即是你在國內 即是那種作弊法是太過粗暴 即是怎麼說 你知道大陸最近就是人大選舉 就是川級那些 原理上就是五十個人 提名 就可以作為獨立候選人 那今年有多少個獨立候選人去投票 是要去選呢 是有數以千計 他們出的方法是甚麼呢 是打人 即是這些太過粗暴了 哈哈哈哈 誰敢做獨立候選人 全部都被人打人 哈哈哈哈 哈哈 不是啊 按道理大陸都可以做一些很高招的事情 比較得體一點也有 哇 哈哈 這個用這麼粗暴的方法 就是不可以的 就是證明 你知道嗎 即是 舉一個例子 香港那些公務員 他們就懂得玩這些事情很多 嗯 是嗎 即是炒不治心地就做得好很多 你看那些民主黨 原本支持港台那些人去哪裡 就是這樣 真的燒了音 因為一口詩人 一口沙堂 是啊 都是叫周庸 就是 大家不要說 是不是 那就是他們 然後 就是梁家榮出來頂 即是公務員 就是懂得去玩這套遊戲 而且 就是令到那些 喂 每次遊行都有人支持港台 支持港台的人去哪裡 哈哈哈哈 剛剛何秀蘭在上NOW的節目 其實應該問一下 何秀蘭他最支持的 表面上 他現在又是一句聲都沒有出過 這次 嗯 因為他們不知道站在哪裡 就是這樣 人家立即令到你視野混亂 就是這樣 那時候 其實呢 我也講過了 即是 現在所做的事情 公務員系統 就背了上身 利用阿爺 去爭吳志森 就是動了這個周庸 動了周庸 就是說 所有政治上強烈的人 全部是完全是剷除了 第一 這樣做的人 是可以駁到升官 嗯 第二 他們不會被危害 因為沒有政治尖銳的人 就不會受到別人的攻擊 港台的撥款 升級 都順利很多 這些就是 所以說公務員系統 這些官僚系統 就永遠只為官僚系統著想 其實是 而是將雙方都玩弄於指掌之間 到最後就是戴健民可以做成了處長 下屆 就是戴健民 現在蔡瑞副處長 你幫我搞定 擺平了下面的節目 製作 主持之類之後 當整個港台都是公務員系統 也沒有政治立場 OK 可以你升 可能政府就是這樣 是 我們新的application 可以在chat room發言 同時chat 說話的 不是 打字 可以在chat 當然要說回香港的選舉 中票 有幾個選區都發現中票問題 其中廉署採取了行動在京市區選區 發現假登記的選民有22位 其中6個已經被起訴 就說他們選舉舞弊罪 不用逐個名字讀 但是現在因為落選的候選人 只是輸兩票 輸給一位獨立人士 所以現在很有可能提出選舉情請 這個獨立其實應該是西九新動力 都是西九新動力 隱形西九新動力 無論如何都是 隱形左派 現在很有可能提出選舉情請 可能會重選 然後又讀爆了有個當選的區議員 其實是做過中聯辦 我首先回答這個問題 周育成說 你難道歧視這些中聯辦工作的人 你會怎樣回答嗎 沒有歧視 他當然可以參選 不過就是你的身份 你的背景也說出來 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當中聯辦的官員 那你就是共產黨員 你認不認是共產黨員 以及你現在算不算 共產黨員參與 香港的各級選舉 來干預我們的選舉制度 以及真的要入朝 即是明顯的入朝 沒有說不讓你選 不過你要明目張膽 或者說明開宗明義 就是這樣 第一 如果這個這麼重要的資料 等於你以前 香港的公務員是不准選的 你以前做過公務員 你最好就聲明 對,Disclosure很重要 你不Disclosure 這個已經構成了 誠信有非常大的問題 沒錯 但是第二 如果你要博爭執育 我是教你怎樣博 是對中聯辦的人 是特別對待的 在基本法和法律上 你知道嗎 是 香港的法律規定 在大陸派駐香港的人士 包括中聯辦 以及這個 那時新華社 就是中聯辦、新華社 另外外交駐港專員 這些凡是屬於國家的組織 的僱員 是在香港駐滿五年 都不能獲得永久身份證 不能在香港居住 通常不能在香港居住 這個是基本法和法例 就是把他們放到第二堆上面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 其實當初大家的 約會就是 要不然你派很多人來香港 就會轉變成香港人 現在就是這樣發生 所以選舉更加 是 就是這個 早年和摩登倉的租務事件 就是什麼 他說他已經沒有做 他沒有做 他沒有做 我當你沒有做 這個我就很驚奇了 那個人的永久居民 他的身份證是怎麼來的 還反而有了永久居民 沒有做中聯辦之後 還可以申請到 即是他怎麼可以回來的 他做中聯辦的年期 是不能計算的 那時候 外傭爭議的時候 也有舉出過這個例子 那時候說 譬如 菲律賓和 殷庸 就是和中聯辦的官員 都有人相提並論 又說他們這些 什麼叫特別category 他們怎樣都不可以申請 現在說 口未完 就出現了中聯辦前 官員拿了永久居民 即是他們可以爭取到居國權 即是他們可以爭取到居國權 首先第一 就是這個 中票這麼大規模 就是這個 即是 開始操縱的人 即是好像Harry Potter 即是You know who 大家不用猜 但好了 你有什麼observation 對於這件事 拉人這件事 即是馬仔 我覺得他都很選擇性地採取行動 廉署 你選一個區 說真的 那個獨立候選人 縱使是隱形左派 或者是西九新動力 但其實都不是什麼 真是很明顯 親中政黨 又不是民建聯 又不是公聯會 又沒有什麼背景人士 沒有什麼勢力人士 我覺得他真的 做些事情給大家看 可能殺過 無關痛癢的人 握了大家的口 我有做事 我不是沒有查 我還採取法律行動 但其實還有很多區 美副的政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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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副的政協中票更嚴重 政協幾十個單位 然後N百人 走下去做選民 那些事情要不要做事呢 如果這個22位選民中票 22位被捕 那N張中票 美副要不要做呢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視同人 他不要選擇性執法 首先 有很多點observation 第一 無論如何 廉署和律政署 都是受英國佬影響最重的 還是採取得最好 最近的 是啊 那就是好了 第二 拘捕了這22個人 剛剛又拘捕了多一個 那我問你 是不是全部這些人都拘捕呢 這就產生這個問題 首先第一 如果你不是全部人都拘捕 你就是選擇性執法 那些矢子選軟的去捏 你知不知道 容易拘捕那些就拘捕了 容易拘捕那些就拘捕了 難拘捕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全部人拘捕呢 我恐怕數以萬計 哈哈哈哈 哇 廉署很好生意 好忙啊 生意興隆通四海 你知不知道 好啊 新總部 多些事做 廉署整天都不夠生意 哈哈哈哈 這次容易了 每天都拘捕十個 哈哈哈哈 廉政行動也有題材 可以加很多經費 廉署 你要拘捕這麼多人 又升官發財 又要組多條隊 很容易搞的 你拿著選舉名冊 去看誰是可疑的 然後去熬他 其實呢 一查就知道了 你問旁邊左右 沒有人會知道 這個人有沒有出入 哈哈哈哈 然後再查這個人 其實是有沒有其他地方存在 其他文件 就是那些稅務單 寄去哪裏 喂 好好的生意 首先廉署不需要擔心這個 拍呼應 哈哈哈哈 第二點 首先要擔心他 就是香港的懲教署 是不夠地窗 哈哈哈哈 警察這個 要增加人手 哈哈哈哈 我先休息一下 好 今天有一位非常棒的嘉賓 是一位的士大哥 是一位的士大哥 在的士上 有沒有一些癡男怨女 等不及 是啊 未報到爆房就已經來了 有 根本上 鬼的就多些了 已經在車到酒店了 還不像在後面 在後面 他們聽到聲音 準備摘摘摘摘摘 BYE BYE 即場起義 逢星期四晚9點至10點 香港人網敢講志浩廳 這麼快就完 什麼踢球不是踢90分鐘的嗎 只有一個鐘點適合 不用這麼醜的 12月9日 波靜北分會加時作賽 由10點陪你傾球傾出一個半小時 聽說節目中還有新環節 想練成六塊堅挺的腹肌 還是性感平坦的小蠻腰 以後不用再憤怒了 美國燃賣的T-Core變腹器 幫你打造六塊腹肌 每日只需六分鐘 收緊腹部很輕鬆 T-Core提供三段阻力 加上三組不同的動作 鍛鍊整個核心肌群 舒適的座姿、簡單的動作 全方位打造迷人曲線 還可以收起拜拜肉 直到Feedbox.com 或親臨Feedbox元氣館 慢慢試了 星期一、三、五 蕭生助陣 陪你遊走古今時事 到盡民事哲理 風也笑笑 現在開始 首先,如果你碎單寄到另一個地址 或者人們不見你出入 一告上法庭 尤其是廉署拿這些罪證 我可以告訴你 你也是進入 而問題的嚴重性不是在這裏 你知不知道這條罪是怎樣的呢 如果你用虛假資料去登記 如果那件事是關鍵性的 什麼是關鍵性呢 因為地址不在這裏 你根本不在這裏 所以在這裏就是關鍵性的 你明白嗎 如果全香港是選區 那你的地址就不是關鍵性 但是區選呢 這就是關鍵性的資料 而你們作出虛假的陳述 而是你跟著去投票的話 根據法例來說 一經定罪 如果簡易程序 即是一告你 你立即認 不認真打過 簡易程序 就是罰款20萬 及監禁3年 如果要打公訴程序 是罰款50萬及監禁7年 而且不是 利害在不是這裏 是有個判令指引 以前是高等法院曾經判判令指引 因為如果涉及中票的任何投票人 候選人或者教唆人士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是影響香港選舉的公信力 是要即時收監 是不可以判罰款或者社會服務令的 指引要坐很多人 是不能換判的 這個是維持香港選舉的公證 制度的credibility 所以呢 高等法院是判令指引 你知道嗎 是要即時收監 六個人被起訴的人 其實都會入眼的 只要坐少一點 是不可以不坐的 這樣可以拘捕多少人 我說是廉政署 廉政署 幾年都沒有生意 這次簡直是捉雞 一人捉一條入籠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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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在Chap room的網友說 可能咖啡不夠用 真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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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starbucks買點咖啡 喜歡搭多少件 搭多少件 哈哈哈 拿著一條船去拚 哈哈哈哈 說直接要買 I don't know.